如果你沒有病毒株 你根本沒有辦法做滅活疫苗 所以你一定要種到它 你才可以將它大量繁殖 然後滅活了 然後你才可以做到疫苗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你如果沒有一個活的病毒株 你沒有可能知道你用那個疫苗 究竟有沒有效能去綜合這個病毒 不讓你的細胞受到感染 所以你有一個活的病毒 你才可以做到中和抗體的測試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瓶頸 是一個很重要 要攻克的第一步 我們完成了第一步 這個病毒分裂之後 第一步的話 我想大家全世界都在做了 就想知道 現在已經打過疫苗了 它對這個病毒株還有多大的保護力 所以這應該是大家都要做 我們港大也會做了 然後另外一步就是要想知道 它傳播力是不是真的 比原來的突變株 比如說像Delta 和其他的會更加容易傳播 還有就是它致病性有沒有改變 所以這些都是 下面工作都會做 然後記憶體的時間點 現在很難說 因為有些實驗會時間長一點 有些實驗會時間短一點 比如說那個對血清 對那個打疫苗之後的效果 可能會大概在幾個星期之內 應該就會知道 或者幾天 一兩個星期之後 應該會知道 我們現在同時也在把這個新的變異株 整合到我們那個鼻噴疫苗 那個系統一頭 當然也要做那個動物實驗 然後才能知道就是它 是不是可以對這個變異株 有特定保護作用 後悔的名人